第五十八屆 戲曲節目男主角獎 得獎的是 薛士林 台灣犯罪故事出軌 我 謝謝 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還有朋友 謝謝辛苦的評審們 謝謝觀眾 謝謝我親愛的團隊 謝謝 謝謝作品 我很幸運 再次謝謝大家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五十七屆 謝謝 金鐘市帝 陳雅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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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蘭 没办法 这边也是男主角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来看入围的友 好不好 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入围的友 我一定会抓到你 你玩完了 吴康仁 模仿范 汉草文创事业股费有限公司 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 李明忠 台湾犯罪故事 生死困虚 独影制作电影有限公司 摇唇药 模仿范 汉草文创事业股费有限公司 蔡昌县 五千来去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我真是受害者 薛世玲 台湾犯罪故事 出轨 独影制作电影有限公司 刚才 不好意思 这边看过那边看 看到立委有五位 但是最重要的感觉 第五十八届 戏曲节目男主角奖 得奖的是 薛世玲 台湾犯罪故事出轨 不得父亲疼爱又嫉妒弟弟的长子 在火车出轨案中 背负着难以承受的真相 完美呈现林学庆内心的挣扎与矛盾 人间的冷血与人后的哭喊 巨大的反差 更令角色立体鲜明 再次掌声鼓励 好棒啊 走这边你不要跟我一样走错 来 我 我 谢谢 谢谢 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谢谢 辛苦的评审们 谢谢观众 谢谢我亲爱的团队 谢谢作品 我很幸运 再次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来 第三麦克风 让薛琳 刚刚太 我跟崇星哦 薛琳 今天有个直播间的镜头在这边 会直播送出去 刚刚太严谨意该了 你缓和一下你的情绪 有什么话想第三座了 对大家说一下 没有啦第二座 第三座了 你两年前拿到戏剧的影帝 还有迷你剧集的男配角做工的人 生生生世世 然后台湾犯罪故事出轨第三座 你还没有想到 拿太多了 我今天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然后其实老实说前面还开始还有点心情不好 对因为我觉得这次入围的作品 台湾犯罪故事 然后我们入围了十二项 然后前面共沽 然后所以说我自己还开始偷偷的有点 沮丧 有点低潮的感觉 对 然后所以 对 我觉得我 就真的是在台上讲的那样 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 然后 一日上可以遇到这么多 给我机会 不管是帮助我的人或是团队或是单位 然后还有包含所有的记者媒体朋友们 还有观众朋友 然后连摄影大哥都很爱跟我做人身攻击 没有我真的很开心啦 对就是我 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 然后我真的没有 什么要多说的 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 跟大家一起 然后 我们做戏的人会提供更好的作品 然后继续服务大家 然后 大家一起继续变得更好 然后一起进步 差不多了 好 恭喜薛世玲 怎么还是这么可怕 没事没事 你等影后诞生一起合成 不知道 你现在旁边稍坐休息一下 欢迎一下 好谢谢 谢谢